朋友们,比亚迪第五代DM技术已经发布一段时间了 那么我们今天来测试一下它旗下最有代表性的两款车型 分别是海豹06和这个比亚迪的琴L 我们今天在成都来实测一下它这个第五代DM技术 它这个油耗水平到底是多少 在油耗测试开始之前 厂家工程师在第五代DM技术解析会成都站上 像我们分别介绍了 亚迪第五代DM技术的一些技术创新点 实现百公里亏电油耗2.9升 主要是创新了三大架构 插混专用高效发动机46.06%的热效率 综合各方面的提升才达到了百公里亏电油耗2.9升的水平 本次测试我们将全程开启空调24度 然后它的电池电量均在15%左右 我们来进行一个亏电油耗的一个测试 那么我个人是驾驶的最后这一台 我们会进行一个100多公里的测试 沿着成都的天府大道一直南下 一直到我家那个区域啊 我都没想到这个路线居然会选到我家去 看啊这个师傅是多么的严谨 咱们要把这个油箱的封条给它贴好 免得我们在万一在中间作弊呢 是吧 所以说油箱封条是贴好了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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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时会画梳不上isel火 未经理查的影响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加油站了 两边的这个都开始撕了 充电的也撕了 加油的也撕了 开始加油了 开始加油了 见证奇迹的时候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朋友们 我们的油耗实测已经出结果了 我的成绩是百公里油耗2.41升 我本以为我的油耗是比较低的 结果没想到别人比我还低 他们最低的是百公里油耗2.12升 最高的也不超过百公里2.8升油 这么算下来的话 其实比亚迪的第五代DMI技术 它的能耗水平还是做的相当可以的 咱就不说什么百公里油耗2升多 就是百公里油耗在4升以内 我觉得都完全可以接受的 那么你们觉得比亚迪第五代DMI技术 它这个能耗水平到底怎么样呢 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